你知道剑齿虎是怎么进化来的吗? 很多同学的意识形态中啊 喜欢把史前动物和今天相似的动物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猛马象是大象的祖先 剑齿虎是老虎的祖先 它们外貌虽然很相似 但并没有直系演化关系 物种进化不是想当然 是要有科学依据的 而科学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呢是化石记录和解剖学方面的 二是生物地理学方面的 三是分子遗传方面的 评论区收到大家的邀请 要怪博士说一说剑齿虎的由来 行这一史前大型猫科动物 咱们本期就好好聊聊 所有剑齿虎都是生存于 3370万年前至9000年前 在这样的长时间跨度里 其实很难说清楚哪里属于哪里 而生物进化的结果则是千奇百怪 正是这样千奇百怪 遭就了我们地球生物的多样性 为了弄清剑齿虎的进化由来 我们从全局来认识它 从整个猫科动物来探索 猫科动物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猫科演化的第一个阶段 猫猫 剑齿虎和老虎同属于猫科 这一点毋庸置疑 它们的共同祖先是剑新式时期的猫猫 约3400万年前 体重只有十几千克 生活在欧洲密林中 距今2000万年前进入北美 进入猫科演化的第二阶段 则是假猫的出现 大约于2000至1000万年前 假猫生活在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 随着自然的优胜劣汰 只有两只继续发扬光大 一只是四尺假猫 它是剑齿虎亚科的祖先 另一只呢是真猫 生活在东亚地区 现存所有猫科动物 从老虎到猫咪都属于真猫类 在假猫演化后期 剑齿虎就与包括老虎在内的真猫 分道扬镳了 它与老虎的关系比家猫还远 进入猫科演化的第三阶段 剑齿虎和真猫类各走各的路 剑齿虎亚科主要包括三个族 先看看它们各自有代表性的剑齿虎 剑齿虎族按演化顺序先后是 从短剑齿虎到剑剑齿虎 到剑齿虎再到易剑齿虎 后毛族包括后猫和孔猫 任齿虎族按演化顺序先后是 副剑齿虎到巨科虎再到任齿虎 其中剑齿虎族通常认为是 由剑齿虎族进化而来 至此通过它们先后演化分析 由原猫到假猫再到剑齿虎亚科 而剑齿虎是多种不同的物种 是猫科动物进化中的一个旁支 上面提到的短剑剑齿虎 巨齿虎 易剑齿虎 韧齿虎等都属于剑齿虎的几个种 大约260至1万年前 北美大陆上的刃齿虎出现 它有着粗壮的躯体和让人不寒而栗的匕首牙 而它们也是最后灭绝的剑齿虎 美国洛杉矶有一个利青虎 据统计这里已挖掘到剑齿虎化石2100具 现在这里已建成了一个文明世界的化石公园 它完整保存了数以百计的刃齿虎的尸体 为研究剑齿猫科动物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到了更新式最末期 也就是一万年前 剑齿虎家族便全军覆没 虽然所有的剑齿虎亚科成员已全部灭绝 但它们是新晋纪猫科动物进化中 最繁盛最强大的一只 剑齿虎的灭绝主要原因除了早期人类的活动 和气候的变化导致食物减少等外 和新猫科动物的竞争 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和豹亚科相比 它们在灵活性上相对逊色 巨大的剑齿加重了头部的重量 不能像虎豹那样追踪速度较快的领养等动物 剑齿虎亚科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它们在地球上称霸数百万年 数种重多 想要讲清楚的话 估计博士要讲好几年了 而且有很多未知的发现 需要人类进一步去发掘 那么说到最后 你们觉得在剑齿虎和老虎中间 谁更厉害呢